结播 国民党团大费周章 替侯友宜把这个总咨询给提前了 没想到现在大家马上联想到的 都是韩国语 像是王定宇就说 韩国语近前也是这样 那侯友宜现在是有样学样 要学习落跑的起手势吗 那这个林俊宪也说 已经可以预期了 明天之后会有很多的明场面出现 过去的已经有人走过失败路 那为什么侯友宜不信邪 还要再走一次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侯市长有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个明场面大概就是在讲 四年前高雄市议会的一些场景 来少庭议员 有没有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跟我们分享一下 都忘记了 都忘记了 直接 要参与委员的人记得这么厉害 这个我觉得至少今天 等一下再帮你复习一下 你还是要播一下那种画面吧 我们现在重复在做 我想这样子 昨天新北市议会这个变跟这个议程 其实也从某个角度看也是表示说 侯市长他表态了 只要表态说他愿意去参选 或者愿意被国民党征召 其实前一阵子大家不在这讲说 你怎么不赶快表态 你到底是怎样 你到底意义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好像不表态也不行 那表态也不行 我觉得太为难人了 他可以表态 但是啦 不是 是啊 那是不冲突的事情 所以说等于是一个表态 他心情跟你们高雄爺的 我也是世界的议员啦 我先讲一件事啦 在总咨询才能够问到市长 部门咨询是问到局长 所以他把这个体检是让我们的新北市议员 不分蓝绿 各个政党都可以跟市长讨论市政 老门本六位也是问得对 他刚刚落手是没讨论啊 你也没讨论啊 那我会不会讲啊 其实我先跟观众朋友解释啊 变跟议程 完全还是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啦 都是合法的啦 就按照议事规则嘛 如果说不行的话 多数暴力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嘛 当你是多数你就说对方是暴力 对不对 那这个我觉得永远讲不完嘛 但我讲说 至少表示第一个 我能够看到的是 侯友宜是表态的嘛 第二个我是觉得这样子啦 既然明天新北市议会要开始总咨询 市长总咨询 我这边为建议 为奉劝啊 所有新北市的议员 米亚仔凯西全国的美光灯 都在新北市议会 你们要好好的跟侯市长 跟他的团队 讨论一下新北的市政 展现出你的专业跟高度跟能力 一样也是在 这不是在考验侯友宜而已啦 这也是考验每一个议员 他问出来的内容嘛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明天的确会是一场大戏的开始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反对党的议员 你如何在新北市议会 把侯友宜问到你不敢去选总统 你就出名了 你两两人觉得你有贵 但是你如果问到让人家觉得说 侯友宜答了迎刃刘洁 那不是又助长他的声势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针对明天开始这些总职群的战场 他明天一定应该刘洁 因为明天是国民党开始 明天都你们自己来嘛 我相信这个庭位喔 能力这么好一定也会问得很好啦 但是我这边只能这样奉劝 不用受庭议员的奉劝 明天国民党会不会直接用书面报告 我讲啦 如果我这样讲啊 国民党的议员当然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啦 当年韩市长在高雄当这三个会期 我从来就没有书面过 这个人的选择性嘛 这我觉得我们不对个人的选择性去做评论啦 我只能够这样讲 所以最后我还是说 如果在新北市议会太为难或刁难这侯友宜的话 会不会搞得最后会有点物极必烦 我想想去年选市长的时候 讲万安 被人家弄到最后反而凝聚蓝营的选票喔 所以我说我有时候这个物极必烦啦 我觉得侯市长 你看人这样这个回答就好好回答嘛 我尊重议会的决定嘛 我觉得新北市的议会 大家因为我也是世界的议员 常常在议会咨询 你就好好拿出你咨询的功力 让侯友宜到底你是决定继续选总统 还是说啊 我是要来经营新北市就好 我觉得考验了新北市议员他的功力啦 来这个部分喔 冠廷也来帮我们看一下 他刚刚问这个 之前韩国瑜的事情 少庭议员都不记得了啦 做事件 那段就刚刚好放不记得了 来冠廷怎么看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因为想到之前 其实瑞德哥刚刚有点到嘛 之前高雄市议员要质询韩国瑜市长的时候 还要抽签呢 那所以以后现在在新北是怎么样 这个提前总质询之后 明天第一组上场的是国民党 之后才会换成这个民进党 所以大家就等着看嘛 你明天国民党会不会放水 现在大家眼睛都在看 来冠廷 其实我仔细在回想到过去 这个韩国瑜市长的那一段期间 我就发觉到说这个早府太深了 就是说为了要选总统 然后想尽办法 动用他们的这个议员的优势的人数 来去变更议程也好 或者是说把这个时间缩短 然后六点下半等等 其实这些做法 把当初本来韩国瑜的声势 没有把它往上抬 其实还是往下推 因为你过度的去这样子去保护他 你始终还是没有办法去 去说服大众说 为什么你要市长做一半 然后马上去选总统 就是很刻意嘛 那刚才其实议员他有讲到一些 一些说法来是 替市长来去辩护 那当然是我们是尊重 但是其实我们只是思考 如果照刚才的逻辑的话 如果他的反应好的话 是对他有加分 那为什么要变更议程到六月 那如果他的反应就会这么好的话 那是不是更应该让全国的国民 透过这个市议会的咨询 知道他的能力呢 那他不是第一次面对咨询 因为他担任第二任的新北市长 所以过去已经有遇过这样的挑战 其实不必闪躲 那议员也有提到说 刚才是某种程度是间接表态了 但是其实还是没有表态 说他要选还是不要选 但是其实他不管有没有表态 我们不管是在评论员也好 或者是直接的这个县市的议员 其实不仅仅是新北市议员 我想全国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质疑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点 跟他表态与不表态都不会有关系 所以他现在有种程度 就是某种程度说扭捏作态也好 或者是说不敢表态也好 其实他只是把这个时间延长 那这一个他所受到的批评 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所以这个压力测试的一开始 如果你设定的战局就设定错的话 那他甚至不是测试 他只是不断的给你压力而已 那这一点我觉得在做一个总统的话 不管是外交国防安全两岸 你设定你这个棋局在哪里 你要把你自己优势的能力展现出来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一开始设定就错误的话 你只是进入细节 那进入细节的话 其实你逻辑错 每一个都可以把你打的 真的是落花流水 所以真的很可惜 因为这个是侯友宜参选总统的 算是说棋手势 但是棋手势看起来是很不漂亮的 因为第一天第二天 马上就要总质询 那最近重大的刑案 那过去还会有一些专案报告 有专案报告的话 你就会针对这些特定的议题 让民众透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 能够去反映这些问题 如果你表现得以的话 民众会对你重拾信心 所以新北市最近这么多的治安事件 这是一个你跟你的选民 你跟你的市民沟通的一个机制 跟一个机会 但是你选择放弃他 直接跳过这一切 直接到期末考 刚才议员也有提到 我们的党籍的议员也有提到说 你就不小考直接到期末考 没错 你就是这样子 那你怎么能够从下而上 去累积这些东西呢 从下而上才知道说 哪一个政策可能 这边做得不够完善 市场可以做裁决 怎么由上而下呢 那这样我们怎么知道 哪一个业务 哪一个局处出现的问题 要怎么样用去修正呢 所以从政策面也好 到政治面也好 这一次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那我想县市首长跟议员的关系 特别是执政党的县市首长 跟执政的这个县市的议员关系 一定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大胆的推测 如果没有直接的信任 或者是直接的受益的话 也很难在一开始就做出这么大的议程变更 这样的决议 如果没有默契很难 那大家也在政治界不是第一天 不然怎么可能 就是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 会这样贸然行事呢 是啊 但是侯友宜市长也讲的 没错了 他尊重 所以他尊重的意思就是 某种程度就是认同这样子的变更 啊有没有合法 我想如果不合法的话 那变更议程就不能够成立 但是不合理嘛 也不合情嘛 你怎么会在这种时间点 做这样的事情呢 那我最后还是在强调 就是说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一个选择 在他的任期的中间 去挑战大位的 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韩国瑜市长有前车之鉴 那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说 你只要做这样的选择 你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结果 你很难想象 你把所有的方程式都一样 你一样的变数都放进去 你会期待不同的答案 这是不可能的嘛 是 全部都写在那边 剧本都已经写在那边 所以我最后还是 也是呼吁侯友谊市长 仔细思考一下 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真的要选总统吗 我真的认为说 好好的把市长任期做完 做好 因为刚才我们几乎所有的议员 跟民意大脑都已经 不断的在重复 侯友谊市长的slogan 好好做事情 你好好的做完这件事 好好的把任期结束 不见得是坏事了 先不要想选总统了 因为到最后不见得是对你的政治生产有绝对的帮助 这个冠婷刚才有讲 韩市长的前车之鉴 就在头前 结果现在新北市议会 还要这样再次的来帮侯友谊 这样帮他提前总直询 这到底是在爱侯友谊 还是在害侯友谊 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来关注 可是人家郭董这边也是动作不断 你们新北市国民党团 会这样子提前总直询 人家郭董那边 在接十几个任务 做回来吃饭 这个把装的意味非常浓 昨天到底有哪些国民党的委员 哪些国民党的朋友 好挖歸郭台铭那边 等一下回来 我们一起来看 谢靳和你一起为 Plus League球星加油